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芝娜的占领会越来越快了 你的条件很诱人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中国人 你们卖国 我不卖国 不卖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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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现在我们不是还掌握着这座城市吗 已经形同虚设了 党内以王精卫等人准备用共存共荣的方式面对日本人 我们的委员长已经不直接掌握江阳这座城市了 现在华为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我们 因此老板希望我们要在特攻战线上给日本人一环祭 明白了 共产党方面给你提供了哪些情报 有价值吗 他们提供的情报对我们十分有用 现在黑幕商会中的蝙蝠别动队 有个代号叶来湘的特工是一个朝鲜人 他在为我工作 叶来湘 我可以通过满洲局的兄弟查一查这个人 我可以通过满洲区 我可以通过满洲区 给你带开 岩阳 我可以通过满洲区 你带开 你带开 我可以通过满洲区 你带开 伙计 掌柜的今天约我来拍一张五寸的生活照 我要寄给我舅妈做生日礼物 里面请 掌柜的等你呢 秦方同志 上集为我们工作中的环境 做出了哪些调配方案 老赵 有个不利的消息 要马上通知你 从北满来的同志 证实了金喜龙的真实身份 金一号一年前死的监狱里 是被一名叫顺子的特工出卖的 这个顺子 很可能是关东军 在东北朝鲜一带 训练的帝国之画 代号 玉金像 他的危险性 在于双重性隐蔽了他的真实身份 而实际上 他是直接受美金美智朗 与松本领导的高级间谍 有这个人的照片吗 照片三日内 从满洲过来 而且这一次 交通员还将带来这个双重特工的 右食指指纹 说说他的危险性 来 笑一个 不要动啊 好的 好嘞 我们党内的高级观察员 已经察觉到 日本人对江阳的重视 暗杀抗日分子 可能是为了他们找到迷城 奠定一些基础 我个人分析 江阳 可能有日本人 所需要的战略设置 当然 这还仅仅是猜测而已 好 您做好了 来来来 来 笑一个 那这个迷城堡垒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 与武器有关 掌柜的 又来了为客人 客官 您是拍生活照 纪念照呢 还是拍一寸的 免官办理身份证的照片 随便看一下 这 随便看看 里面照相 小胡 师父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意外情况 下一次他再来 你就把他请到里面来 好嘞 师父 你们去吧 哎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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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